字幕提供第五次直擊 我是第五次直擊 市場低開後轉升 現在升202點 立暴25699點 開始接近今日的day high 257801點 亦開始接近1100 這個陰燭開市位是25711點 有機會衝破了 是的,今天大家都看到 市場上升200點的升幅 470億左右的半日成交 我覺得不算太差 今天都可以過805 邀近900左右 恒生指數昨天勉強 叫做挨近上星期二的低位 約莫是255附近 現在這些位置挑戰257 對上再跌到 在禮拜初的時候 是262、263左右 再數上6月份的低位是267左右 所以大家就記錄著這些位置 最主要是企圖255 即上星期二的低位 我覺得都來彈 起碼因為我看到本地一些板塊 看到16、17 新世界、新鴻基那類 連續兩天都有彈 似乎你說是否昨天炒 陳茂波說話 說完沒甚麼特別 但今日都可以彈 會不會本地反彈情況 持續多一點 情況沒有特別改變 不過股可能會超賣反彈 暫時都是超賣反彈 昨天開市位 一開已經開在年初的低位附近 24,900點附近 都見到連續彈都兩天 所以如果是做彈的朋友 就要小心 是的 始終在這些市況下 我想外圍我多次都重申 貿易戰其實沒甚麼特別需要討論 因為長期都這樣拖著 反之真是去關注本地的因素 本地的因素 不知道818會怎樣 但情況 譬如說 現在這樣 既然見到個別相關的股份 延續到反彈 儘管有個市反彈 例如16日 整體一些 整體地產股都見到有個反彈 例如16日 17日也在低位 就彈了兩天 還有66 港鐵也在彈 是的 沒錯 如是 大家都想罵 罵 823 都是連續兩天反彈 823我當作是一個長渣 但16、17 你問是基本因素改善嗎 其實又不似 所以我會覺得 譬如較早之前這些底位 假設是11.48 真的比進你了 會不會挨近呢 就是11.4附近 這些位置 彈上去再跌過 這樣呢 不排除 所以反正線位已經全部差了 這些我不會建議大家去做 是的 現在就不建議 Ocean也說可不可以進入 現在就不要住了 我覺得最好就要小心一點 不需要太過拼 因為始終 它的本地因素比較困擾 就算貿易戰 人民幣 都未必能幫到它 是的 如果相對上說鬧 昨天就已經有朋友問國泰 我覺得寧願選國泰 不過它其實一樣是長遠來說 比較弱勢 但這兩天都很彈 現在就開始上20天線 短線都可以有望 有一個短線的反彈 是的 只可以這麼說 也是反彈 是的 現在這一刻 好像就自從個別的一些中資公司 劃了抵制之後 暫時都好像沒什麼特別 作為身家的名單 抵制是說被中資抵制 是的 中資的銀行 金融機構 全部員工出售 不准坐牌 跟著就說 如果私人都盡量不要 表態效忠了 相信這些問題 都很快解決 OK 看看它今天 那個叫做反彈的情況 成交方面其實不多 不過 以它的資產值來說 10元左右 10國多 都是一個合理抵賣的價格 但我就想它再提損 例如較早之前 較早之前 10.96這些位置 會不會最少收復呢 因為現在也是空頭 也是穿底 現在是10.76 這個底位其實是一個 十年低位 自從2009年創過10元以下 之後 都沒有穿過10元 最近穿過10元 現在暫時收復了 所以大家自己都要小心 十年來都沒有下過的一些低位 其實都是一個弱勢股份 而且我覺得 就算買都是駁一個短線反彈 如果上去10.96或11元 這些前面的一些位置 反而有阻力 都不能看得太長遠 暫時 如果大家真的很覺得 最近市況會否真的有反彈 甚至乎股見底 首先因為很難股見底 所以我認為 日市都很難股 就算現在要去買 都是買一些向上的股份 強勢一點的股份 避免去考慮一些太高難度 譬如跌浪反彈 如果成間壓榜上 今天做得好一點 有一隻伏牌的奧休 都是比較 因為昨天大跌兩成後的反彈 正在升一成半 跟今早的開始位差 不是差得很遠 今早看的時候就升13% 但是僅次期後 有隻越爆越急 它升15% 例外 因為它被人沽空後再反彈 青島嬰在升14% 這麼誇張 剛才升到10% 我已經覺得要拍眼手掌 很誇張 正在升14% 真是墊了 大成交 半日成交已經是昨天的三倍 亦是過去三個月少有的成交 大成交突破 升14%之餘 還要升穿5月份的頂位 有效破頂 是呀 Eric就說53元吃了 可不可以再進入呢 但現在是54.5元 我覺得如果吃了就算了 都是賺了錢的 是呀 你看 因為現在更高於你的賣出價 你放完之後再高一架 再追入 就不太好 我自己覺得 心理上是比較壞的了 要你追 但我不會叫你現在追 但其實一句說完 你放都是錯的 也對的 不過不算是最好 因為大洋足大成交 因為其實今天都開的 是可以保持的 今天都開跟大家提醒過 在早上的節目 就是看看它陽還是陰線 如果陽的話 其實不應該鼓鼎的 如果用5月2日一個有效的頂位 52.9元來做 是呀 好老實 今天只要站到52.9元上 我是你 我真的會追回 不過 當然 我希望日中會有一個 可以省得幾毫的位置 去讓你追回 否則 你破頂先離開 其實真的會起浪 是呀 即是 看看你買哪一派 我自己的派 從來都是破頂先追 就算即使 不是熬了很久 因為這期真的熬了很久 我想跟我買這隻股的朋友 我很不記得是何時買 但一看價格我已經知道 好像是橫行區裏面 肯定是這些橫行區 然後無緣無故 好像想破頂的時候 這個時候買的 我覺得我自己是 應該是呀 然後就熬了一個多月了 含身如虎 我絕對明白 大家當翻本的時候很想走 但正因為你以前那麼辛苦 當你回來的時候 更加應該有風洗盡地 所以我會認為52.9企運 沒有買都要賣 但你只要考慮一下 今天有沒有什麼低位去考慮 是 好 Eric就可以待會再看看 是呀 除了 同業的291企運 同業的291企運 都升得很厲害 他都未出業績 但見到別人那麼厲害 他都瘋了 是 現時38.9企運 突破了前頂38.8企運 是呀 沒錯 突然間又再跟炒 真的不知道究竟他有沒有根據 都期望同業的業績都不錯 你看著同一個市場 都是喝過那些人 跟手青島啤 今早就說過 營業額不是增很多 不過純利增很多 似乎好像你說的 高端酒的路線可能會變得更漂亮 以及加價的正面效應出來了 正路華盛啤酒都有 燕驚 也有它的路線在 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它亦都破頂了 留意 青島啤酒不是歷史頂 但華潤啤酒是歷史頂 華潤啤酒絕對是歷史新高 挑戰7月26日的高位 38.8企運 一定要站到 好 看看待會收市 是不是繼續站穩這個位 是的 順便讓我再說一隻 同情藝龍 是的 都彈得厲害 今早Jason還說不彈 今天一彈就彈了10% 12.14元 其實一句說了貫通很多東西 為甚麼但一隻若名康德 待會有時間再說 升5.9 同情藝龍升9.5 其實一句總括就是下星期一出業績 今天不買就沒得買 當然業績沒有人知道 但我感覺上 大行都每一隻都給20元 你不要管何時到20元 總之我覺得 基本因素真的沒甚麼轉差 是的 今天都彈得不錯 似乎這幾天 在10.9.8就做了底 懶樣樣就說 師傅78025時可不可以加貨 我認為不用 我真是很理性 雖然我就說了它是保股 亦都真心相信 其實Fundamental沒有改變 不過你說下來了 你看看業績過後 可不可以反映實況 但是重途表 我是不會叫人穿底買股份的 所說穿底就是14元之後 我都沒有說過一個要交 所以不如理性一點 現時有貨的話 隨便由它 看看 上回14之後 上回14上到的話 老實我又不介意交 到時我又拿回16.5出來說 即是橫行區的頂部 到時再升穿16.5 我便拿回20元出來說 即是我是很理性的 不會強行去叫你混 但現時你保持過業績 好 今天很多隻都推介的 很多隻都彈得很好 還有整體示範都OK 中午恆指收報25,700點 正正就是齊頭 升204點 上午總成價是487億 大家如果想看哪些個股 可以繼續留言 或者打來我們的231083399 休息一會就看大家的留言了 好 回到節目時間 看看Youtube上面 我看到大家又是見到這麼彈的事 就很心急 看看有甚麼鬧 Janette想看823和66多才可以進入 兩者都是大家的鬧貨的心水 823現在就升1% 報91.75 年日珍持一下 又上9至頭6 是的 又這樣說 站回89之後 隨得你們怎樣買 暫時 我覺得都是做分註 應該是沒有壞的 本地因素的話 我暫時 不會說 你覺得本地因素有沒有改善 本地因素 就是剛才在說 我給你發表一下 除了一個技術反彈 去到年初的前底 24,900左右 就是技術反彈兩天之外 今天也有 李嘉誠還用香港市民的身份登報 應該那個真的是李嘉誠 是的 因為頭條入報 頭版都真的很貴 他每天都登 應該是那個李嘉誠 是的 其實他言談之間 雖然沒有指明是 支持哪邊 沒有說明 但也叫人不要暴力 其實都是呼籲雙方 希望雙方可以和解的意思 是的 看看是否憧憬大和解 因為超人一句說話 當著炒作因素之一 823領戰 我也是覺得本地因素有些困擾 因為你經常關舖開舖 老實說 生意一定有影響 但問題就在於 如果用大桌89座 在家穩的話 你就先當著氣穩 上個星期的低位 但不要拼命 因為都是要強調 這些反彈 是扭轉不到中線的死亡交叉 是的 還有我覺得 好像登報氣氛好一點 有少許憧憬 但都比較難解決 其實現在的局勢 是的 沒錯 現在的情況 你見到今天 很多股份都大成交反彈 領展成交OK 其實是過去這三天 成交太大 如果今天這種成交 半天成交 其實在過去半年來說 算是很多 但是過去那三天 不知道是 你當它撈貨還是怎樣 儘管有貨 有貨保持貨 再一次穿89座的時候 有些警告 但是不穿的話 就當著繼續反彈 再前面這一個 就是上星期那兩個底位 正在阻礙 好 接著就還有 看看66 66 其實走勢都 有點像 昨天就在低位 就彈了上來 昨天就開45.1毫半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部署 相對起來說 我都堅決覺得 這隻沒有那麼抵鬧 不過都可以 如果從圖表上 其實他們兩隻挺像的 又站穿10天線 又站穿上星期的底部 都挺好的 45元 整整整整整都上回 48個零元 上回10天線 上回3元多一點 6-7%左右 OK 現在其實現時 算是兩隻都在彈 我覺得有興趣都可以考慮 不過我就會比較擔心 整整整整個局 是的 大概就只是 buckets 去審 不要打算買看 從此 tinc nothing 有些人是這樣 錢積棄 想823一定好 事實真的好 但問題是在於現在的反彈 不代表現在進入了它 兩年之後破新高就很正 未必因為這條線轉一轉 就在這裏要自己考慮一下 整件事會慢 然後見到懶洋洋就說 師傅原來780沒有貨 原來是他打還是你下 他打的 即是你突然間以為自己一直有 但發現今天終於升的時候 打算開香檳發現原來沒有 他就說剛才問可否加貨 原來沒有貨 現教可否先買一袋呢 我覺得如果沒有貨 可以現在買一袋 就當作保股 我經常都說你買 但混合的話 不需要放債在同一個地方 即是我16元也叫你買的話 10元買不買得又沒有說不買得的 即是12元 價值是有在的 不過就不要遇短炒 短炒我寧願買破定股 是青島那些 青島那些真的厲害 今天是一隻881不合作 即是我的倉裏面 881中升 不過我都沒有不喜歡他 企穩23突破之後 最多現在你只可以說他不升 他沒有跌了 跌一毫不算跌了 所以他上去站著就好了 是的 我寧願他休息一下 最好你橫行一個月23元 以後你應該不會再穿23元 反正我不用跌一跌了 然後May就想看 66元看了 他還有6923元 1883元 值不值得入的 也是想看 沒有6923元 他真的打623元 6823元 6823元 叫做香港電信 應該是 他打的幾隻 都是比較修飾類型的股份 6823元 是香港電信 還有1883元 1883元 還有App 也是有問的 6823元 你就保存了 這些東西不用問的 他想進入的 哦 你便進入 還可以的 都是長線 其實他的波幅也沒有 經常都是這個價格 還有1883元 也不搶在一毫不 也很厲害 也是在彈上來的款式 他也是收息 過五利息 他有電信 人家剛才有電信 剛才那隻的價格不動 這隻 玩完波幅也還可以 不過玩完波幅 可以是好 可以是不好 玩不到波幅的話 可能高位買了就下來了 玩到波幅的話 你這些位置玩上去三個半都可以 所以 長渣游可以 這些我基本都不會反對 因為相對是比較防守性高一點 所以這些都可以的 順便 那不如看看762聯通 五隻隻看 但是因為昨天他威風 他大彈 昨天整個板塊三隻 中資電信都升 他出了業績之後 就升了一成 今天暫時打粒升 都要陰 開8元 現在7.92元 都是在低位反彈 但我都會選擇剛才那兩隻 那當然 600、23、18、83 即是長遠收息的類型 這些擺都明穿底 這些就是穿底 在低位反彈 還有要看看 昨天應該都要評過這件事了 7月份彈到50天線 即是畫面上黑色 就阻力 今天又是50天線 得而復失了 看著這些會否阻力 中長線來說 我永遠都覺得這個板塊沒有運行 是的 好 接著Janette想看700 多少錢才能進入 也有幾位朋友說看700 Beyond也是想說 甚麼位置可以進入 現時就327.4元 其實市場也彈得下的時候 其實市場也沒有太多力 又再下降 還有 你想想 也沒有衝穿過10天線 8月14日有衝一下 但也下降 我覺得現時就不要賣了 有機會要試賣一個錢底 這裏就是321.2元 是的 當市人彈 即是他不彈 那些困擾著很多本地因素 那些都彈得這麼厲害 他死亡交叉 跟市都不跟 再移動兩天 10天線跌穿牛紅線 好嚴重 即是本身的價錢已經跌穿牛紅線 快來10天線都要插穿 自己小心點 又這樣說 客人叫做 事實勝於紅便 對上一次 10天線插穿牛紅線的時候 當時是 5月底 是這些位置 即是反而有彈 代表差到極跟著又彈回 再對上一次 又這樣說 不要亂來 都是 再對上一次 10天線插穿牛紅線 是上年7月 上年7月插穿之後 由390元跌到250元 好危險 所以不要想著一定 10天線插穿牛紅線 對上一次是好東西 再上一次已經是極度不好 是啊 今天早上Emilio就有問 不知道他現在是否正在看 他今早就有說 他的配備可否繼續保持 不知現在吃了沒有 我覺得如果現在未吃過 現在可以繼續保持 是啊 即是夾我 屎夾到這樣 都夾你不死 是啊 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 如果今早在303左右爭持 昨天就會更害怕 但是昨天都沒事 都不能上去 這樣就可以繼續保持 是啊 我當低位最近是否25,000左右 不過我穿過了 2,5萬 他都幾早會保持 我當25,000夾到上來 簡單計算 700點 如果你在兩天前跟我說 市場會反彈700點 你還保持 我都可能會後底 但是700點都已經過去了 這樣也沒有彈 但是騰訊 我覺得越來越有把握 至少都節省了700點 難道你覺得市場可能會彈多700點 就好像正如剛才所說 你彈去262、267的位置 就是最好的情況之下 越來越難再多700點 所以我感覺上就在於照鏈 市場有些超賣 但是騰訊來說 暫時還未出現超賣 RSI還未到達30點 暫時未見到彈珠 現在暫時 騰訊 Kent就說2382算不算是強勢呢 近期都算是OK的 出現業績 列口高開 暫時都沒有想起來 企穩95 都算是OK的 現在算不算強勢 都算的 你想想現在既可有隻股 可以RSI去到近70 現在66 都算是幾好彈 Edward 1883和780 剛才也看了可不可以進入 如果沒有貨 尤其是1883 780 780就比較波幅 始終圖表是肉酸 是很客觀的 所以1883的圖表比較好 880 剛剛好想問 現在可不可以買還是等下 不可以買還是不進去 這樣也是低位反彈 你想想銀魚是撞到6月份低位平底的 你看看 是否跟6月份的底差不多 差不多 但880 不是差不多 880是差很多 當時未跌到它 最主要原因就是 它的新牆又延遲 淌仔的牆又延遲 所以零四是好跌的 不要打算跌得多升得多 基本因素上 都是選銀魚金沙算數 好 然後 Joanne有隻2328 已經有貨了 想看怎樣去部署 Joanne9.13有貨 就說應該維持還是止虧 現時是8.61元 今天都可以開陽軸 開8.41元 如果看6月份的位置 似乎是否想做支持呢 好像是 我都覺得應該要止虧 但看看有沒有一些好一點 看看能彈到一下 彈多一點 看看 埃頓 埃頓上去的話 大概1.8元 現在似乎可能是想做支持 暫時沒有穿路 試試反彈去8.9元附近 8.9元附近 Around 都是這些價格 約莫 較早之前這些 8.9元附近 先當著反彈 因為 你看到平保 今天出生業績也不強 最後再報平保 2318元附近 都升多了 2318元附近89元 89.8元 有份業績也不錯 Mae Ann問可否進入 這隻和966元那隻會好一點 966元的話 也能彈到一點點 我選平保 那當然是2318強 966元附近 都可以打開 即是升到一天 也不能衝穿前面 平保起碼衝穿前面 這十多天一直都保持 89.4元 其實現在起碼衝穿了 沒錯 所以就選平保 看看有沒有機會走轉短 中午這次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午3時45分 再和大家回來看市 到時見 拜拜